謝謝主席 有請國發會副主委 公副主委 副主委 我想 國家級投資公司今天蠻多委員關心的 其實我也有詢問 之前3月28日的時候 有問過相關人事的問題 那你那時候也跟我們講說 一個月內會確定 那現在已經5月初了 請問我們董事長定案了沒 報委員 因為整個案子 我們還在向行政院報告進度當中 如果一定定案 會盡快地公布 有沒有人選 之前大家都關心你到底 因為你們把它定位成民間 他的投資的比重 政府投資的比重 其實是低於50% 所以未來董事長跟執行長很重要 到底人選確定了沒 可以宣布嗎 還沒有確定 還沒有確定 只要行政院同意才算確定 不是啦 你們有沒有找到人選了啦 人選一直在洽詢當中 所以你們現在沒有定案嗎 沒有一個固定的名單 是已經出來了 就算是行政院還沒有核定 你們這邊已經確定 這個人會去做了 有沒有 報告委員 這個要行政院定案以後才算確定 不是啦 我沒有要你名字嘛 你們到底確定了嗎 有找到這樣的人嗎 有在 然後我 我行問你們4月27號 你們回怎樣 說憲政積極洽詢經營團隊 到底 是怎樣 還是空中樓閣嗎 這個事情講一年多了 從2016年8月開始講 你那時候講說9月份將上限 雖然我們聽不懂那上限是什麼意思 謝委員的這個推出 我們也非常積極啊 真的是 所以董事長跟執行長 現在人選如何 現在有了附案 但是要行政院 所以你們有名單了嗎 有附案 有附案 董事長有 那執行長咧 是的 那未來是執行長制 還是董事長制 理論上應該是 就是說 因為你也講了好幾家公司 什麼高通都出來談 那我在想說 如果你執行長都還沒確定 那這些案子誰去談 你去談的嗎 我相信委員曾經 高通沒有談 只是表達一個將來 對啦 我的意思說 那誰去跟他們互動 那個你內定 副案的董事長跟執行長嗎 還是你去談的 沒有沒有 公司要成立以後才可以下一步 我知道啦 那新聞出來這些 你講有這麼多人有興趣 有些案子在進行 那這個是誰去談 你去談的 還是真的 最後宣布董事長就是你 沒有沒有 初步接下是 當然是我 我來做揭曉 對啦 我意思說 副主委我們在問的問題是說 這到底是誰在負責 那你又放出那麼多利多的消息 那大家在想說 你如果經營團隊都還不確定 那這些東西怎麼出來 是 現在已經有副案 但是要行政院拍板 結果之前的東西都你在做 不是 就是說 跟外界的一些溝通 還有一些洽談 就是說表達善意啊 這個因為國發基金 是我負責督導 所以就會 國發基金跟國家級投資公司 兩回事啊 是 因為國家級投資公司 還沒有成立 來 我覺得 副主委這本來是好事啊 是 你不要最後好好的一盤菜 炒了一年多 最後人選沒辦法定案 最後你不要這個菜最後 發臭發爛啊 是是 謝謝委員提醒 來 下一個 退場機制 當時我們也質詢說 國發基金應該有 你那時候也講四條件退場 玉石公司 會遭到死蕩 有嗎 我們現在有很清楚的名單在那邊 沒有沒有 我們今年會有公司退場嗎 理論上從時辰上來講 是沒有 是沒有就對了 那你有在檢討嗎 有在檢討 副主委 國發基金投資有那麼多問題 我們也討論過很多次 那你現在弄一個國家級投資公司 然後它又是民間為主 脫離立法院的監督 你 你 這些事情都會讓人家覺得說 那未來這些事情的成效如何啊 你的退場機制要非常清楚 最好做出一兩個案例來 能不能有一兩個案例 在今年做出來 沒有辦法 實層上來講 我們盡量 像 對 像委員包括 即便是剛才提到的 我們公股沒有賺到50% 但是還是要 依這個預算法 41條第三項的規定 還要營運跟資金的運用 還要收到大 對當然當然 我們絕對不會讓它跑掉的 放心好了 我相信委員會這邊 絕對不會讓它跑掉的 我們只是說 那你還是要有一套 你當時談的退場機制要出來 未來讓 對國發會 國發基金 甚至未來國家級投資公司 更有信心好不好 一年多了 一個董事長跟執行長 名單都交不出來 難道台灣沒有人才嗎 我們盡快 是不是請金部次長 請陳市長 市長 其實我要問的是 關於車測中心這個事情 就是車測的數據 其實很多消費者很關心 我們台灣有車測中心 也有在做這些車測 得出來資料 放在測案以後 只是通過不通過而已 跟國外的數據相比而言 真的參考價值真的不高 其實我們有做這些事情 那時候車測中心答應我說 年底前要實施 車型碰撞檢驗分級制度 市長這個進度如何 這部分我跟委員報告 以目前來說的話 車測中心它是一個對內 然後研究機構 到最後還是要由交通部 我知道啦 可是這些數據不能公開嗎 你們當時已經答應了 這個部是由交通部是主管的 所以由交通部的決定 車測中心在你下面嘛 對不對 他是一個研究的單位 我知道啦 這些資訊 最後還是要由 車輛安全的部分 是由那個水 車安中心 我知道 我知道 車安中心這邊 你們車測然後到車安嘛 對 這些數據你們不能公開嗎 這個還是因為受交通部委託 還是由交通部去決定 那另外就是說 其實你們車測中心也 就是放出消息跟廣告出來啊 甚至認為說 測的這個數量不夠 齁 值不夠全面 第二個 我們現在只測這個 國產車嘛 對不對 這個 那未來進口車是不是也要處理 這個就看交通部怎麼來委託 那個車測中心 我知道 可是經濟部要有立場 因為這個東西 資訊的公開啊 影響很大 這會對我們國內這些所謂 國產車業者 他的品質要不要提升 因為過去只有通過不通過而已 通常都通過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車輛安全的測試部分 他受交通部委託 至於我們在研發的部分 他賦予我們經濟部委託 負予他的任務是在RD部分 不是啦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的規範 要公開哪些資訊 讓消費者去做選擇 這會影響到消費者的權益 跟他的選擇 那同樣他會回饋來 影響我們這些業者的行為啊 對 比如說鋼板厚度不夠 跟國外的數據比起來 國產車有一些問題 或差距太大 你會不會影響他們的行為 會不會影響到消費者選擇的行為 這跟委員報 這不單純只是車安中心 或交通部啊 這是經濟部在這個所謂 產業政策上面 你要不要公開這些資訊 會影響業者的行為啊 這部分跟委員報告 這個在國內的整車廠來說的話 他用了這些材料做形式試驗的話 這個部分我們會提供給業者 就是作為他們在開外的運氣 不是疫情供應業者啦 你要提供給消費者 那這個部分至於 這個部分還是要由交通部來決定 我的意思是說 經濟部不能沒有立場 因為最後最比較重要的部分 都在你們車車中心這邊進行嘛 對不對 就像我前面講的 公開哪些資訊 對車廠的行為影響會非常大 對消費者選擇的行為也很大 如果數據跟 譬如說國產車跟進口車 這數據差距太大 你覺得消費者行為會怎樣 這個會不會激勵 我們的國內的這些業者 能不能做一些改善 經濟部在這上面不能沒有立場 不要全部都推給交通部啊 是這樣 因為這些所有的這些 他是受交通部委託啦 我知道啦 你不要一直講 我是說經濟部在這個 這是跟產業政策有關係啦 是不是請主委 農委會主委 請 林主委 秀委員好 主委其實這個還是回來關心 這個所謂臨安樂死這個 這是我拿到的資料 2月跟3月 你看宜蘭 依人道處理 你看宜蘭數目非常高 2月有72支 3月21支 好 其實他收容的支數並不多 才100多支而已 這個數目很大 他得到 他給我們的資料是說 因為有感染 因為氣候的關係 那主委我跟你講 1月 這個是2月3月的資料 天氣還好 好 那接下來夏天 你看下一個 你好幾個地方 台北市 台中市 台南 宜蘭 都超收啊 2月3月 你可以看出來 我們很多 這些收容所都超收 然後 那接下來氣候如果更炎熱 我會不會在接下來幾個月看到 所謂人道處理的數字 又往上走 臨安樂死根本是玩假的 謝謝許委員關心這個議題 其實我們原來在林菩薩這個上路以後 各地的收容能量 其實你也知道都一下就爆量 對啊 所以你包括舉宜蘭那個例子也一樣 就是在那個當下 他收在一起的時候 他有幾個感染 主委這個我們幾個月前討論過 所以後面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預測的現象又發生了 不是 就是後面你關心的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經過 我們跟很多的這種 動版的 那個在地的這些團體啊 有一些 這個對話跟分工 所以將來的這種 這個收容 我們不只是公家的 要把民間的那個力量 一起折入進來 對啊 我主委 我這邊資料給你看是說 我真的很擔心 我過一兩個月來質詢以後 把你所謂4月5月的 人道處理的數字拿出來 臨安樂死 最後沒有啊 還是合法在那邊做安樂死啊 主委 真的是提醒你 謝謝 這些部分都超收了 最後一個問題 對不起 之前的前主委是說 幾個財產法人要整病 問了一下 當時有承諾 台灣香蕉營誘所要整病 26個人6800萬 現在怎樣 香蕉營誘所要留下來 這個財產法人整病 這個政策還要做嗎 雖然是前主委答應的 主委 你的任內會去做這個事嗎 我們現在已經就在啟動這樣的盤頂 那香蕉營誘所 我沒有針對哪個研究所的意見 我是說當時承諾的 現在我們啟動的更是說 還沒整病之前 有一些董事長的派任都是不知心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朝 那不是更好 可以更快來處理它 對對我們現在就是在通盤 我們大概今年會有多少個 你的這個財產法人會整病 目前都還在研議當中 還沒有定案就對了 還沒有定案 那之前前主委答應的 比如說我們講的這幾個 動物科技研究所 漁業海洋技術 那個動科所已經併到農科院了 對那香蕉營誘所會動嗎 香蕉營誘所我們現在也請那個 那個相關的同等已經在做研究 那將來這個部分方向是確定的 主委我不要說前主委想要做的正式方向 換那個主委就轉彎 26.6800多萬 方向是對的話 我想我們應該都是朝同一個方向來做 那整病是不是對的 如果是那個沒有存在的價值的部分 我們會來做 我就說不要換那個主委方向轉彎 現在又有財團法人法 這些東西大家都覺得一定要去做 好不好 不要兩行字 財策便保留 謝謝 謝謝 謝謝